Hello 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开箱的就是 SHF 超人Tolica 的复合形态 作为目前最新的超人 先不讲剧情 超人Tolica 的外形我是相当之喜欢的 以迪迪迪迪的造型为前提之下加入了不少新的要素 外形设计方面都算是用心的 开箱之后里面的配件都不算多 只有八只手型和一个红色的能量灯 我们先由公仔的头部开始看起 公仔头部面上和纹理都是正常的 后面和顶部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 头部可以微微抬高 跌低的幅度会比较大 整个头部都可以360度旋转 到胸口部分 胸口金色的护甲做得不错 但是不知为什么中间这里是多条线 其他地方都没什么大碍 后面都是正常的 接着到手部分 手部分肩膀位是可以移出来的 手是可以举到水平线的幅度 整个手都可以360度旋转 手针可以内屈到超过90度的范围 拳头亦可以旋转 手臂上色都算不错 就这样看的话都没什么怎么游出街 之后到腰这部分 向后屈的幅度并不大 向前傾的幅度就会比较大 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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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 指码的范围 大腿的关节都可以流动 膝头可以屈曲的范围就是90度多一点 脚换的转动都很有限 转不到360度 脚前掌都可以向上屈 这款SHF 拖利格就是这么多 虽然配件不多 但公仔整体上也没有大外 以200多元价钱来说相当适合 如果是超人粉丝的话 真的不能入手 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和赞我 下次再见 拜拜 做第一个 做icas 做的 做在这个 也可以 做足复 做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